早晨,我是Shock 昨天GG出了《Boss Designed Path for Fixed Out 2》的影片 在这个帖子里,除了这条影片,亦有两条影片是之前已翻唱 一条是关于《抢先体验版本》将会在香港时间11月16日推出 但实际上有没有任何条件才可以参与这个抢先体验呢? 暂时未有任何相关的消息 而第三条影片就是之前在直播跟大家一路看一路讨论 为何在PUE2 里面改善近战等于改变了一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由于这条影片已经出了超过24小时,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这条影片 而且实际上里面的内容都不是那么多 不过在我看这条影片的时候,我一直都隐约察觉到 到底这个是不是Mark的独白呢? 又或者是不是子女行间隐藏了什么信息呢? 在这里,我就为大家推断一下 到底Mark在拍这条影片的时候,背后隐藏了什么信息 老实说,在GG里面有那么多不同部门做那么多不同的东西 最棒的都莫过于就是设计PUE2的Boss 如果有得比较简单,我会选择全神灌注进去做PUE2的Boss 整个过程由构思到推出的那段时间,没有一部分我是不享受的 但世事又岂能尽于人意呢? 由原本一只游戏可以有两个制作总监 变成一个人负责两只游戏的制作总监 和我理想中的工作已经越走越远了 在我们内部,创作Boss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一个正常人的创作方法 正常人的做法都是会透过那只Boss的背影故事 然后构思的Boss是怎样的 这次没关系 我将自己剩下你的头 第二种方法我认为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人才能做到 能够想出一些比较变态的Boss 全靠我们的艺术部 我那群伙子...唉... 我也不知道他们吸到什么 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充满着一些连恶梦里面都不会出现的东西 都是多得他们 我们才能制作到这些...呃... 挺正的Boss 所谓的生物可能有过百条触手 九个手脚 又或者完全无手无脚 多得上来 一只怪可以有过千只牙齿 又或者极端到无的都得 这些全部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你们玩家玩过的就有过百只Boss 我自己失败的设计品就已经有过千个了 吸收了制作PoE1Boss的经验 同时亦获取当中失败的教训 将他们包装在一起 然后再加入一个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经验的云系战斗系统 这样就成为了所谓最好的ARPG打获的体验了 即使有过百只王也好 无论是模组、场景设计、技能设计、Boss的一举一动 全部都是独一无二的 刚刚所谓的每一件事都是公司内部 一手一脚从零开始制作起的 没有任何一个部份是会重复使用的 除了拿回到一代使用之外 你问我弄Boss哪一部份是最难? 当然公司刚刚通过了 在PoE2Boss你必须一条命不可以开传送门 这样通过吧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只是刁难玩家才行 因为那群技术差不到的人就会第一时间开传门验我 但这也不是完全是坏事 因为对那群真的有实力过得的人来说 可以提升他们的优越感 对于我来说 PoE2Boss的击中范围判定要准确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否则又有一大堆传门在投诉这件事 同样重要的就是当你被人打中的时候 那一下打击感 又或者我们内部叫做挫败感 都是必须要够强烈的 更加重要的就是自称3A大厂的 我们必须要下方龙头大佬 需要令到玩家亲身感受到 Pride and accomplishment 所以令到帝王难打又只得一次机会 可谓用心两苦 话虽如此一个好的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在下班之后想轻松一下 有时我都会打开一个stream 来不来可以恃笑一下玩家 连一只Boss也打不赢 有时也会想看高手表演 以上就是这一条影片的内容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三分真七分假的演绎方法 如果有兴趣一起吹嘘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 又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POE里面打斜Global 152Korea 就可以加入香港人的公屏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就这样吧,拜拜!